下一位是陳偉業議員 我希望政府關注銀行的行為 因為剛才有些議員提到關於開戶口的問題 我自己身受其害 八、九十年代我們要開戶口 不管什麼團體 去到間間銀行,包括中資銀行 今天進去明天就開到戶口 即去即開 但是這幾年 即這五、七年已經開始了 即可能我身份更加特殊 即黃之鋒遇過困難 我們過去五、六年是經常出現的 蹲蹲轉去完很多間,寫了很多報告 給了很多會議紀錄,都開不到戶口 所以這個政治歧視是出現的 即我們的戶口又沒有人那麼多錢 即我的團體仔很少 一年出入可能都是二、三十萬頂籠 但是這樣都開不到戶口 所以加上這個政治歧視的問題 是令到香港整個金融地位蒙羞 我們開不到戶口 我們這些反對派 但是權貴開戶口 包括去到海外開戶口 就是二個打Bang的 最近這個巴拿馬報告 很清楚 是吧 負責協助這些權貴的公司 這個Francica 有分行在香港的 有分行在香港的 那我想問問政府 我不知道你的人力資源夠不夠 是吧 剛才你說到 針對這些洗黑錢的問題 南美國政府告了很多間 香港很多銀行被指協助洗黑錢 又不見香港政府告的 究竟你是隻眼開隻眼閉 基於政治的關係 梁振英是怎樣我們不知 這個內地高官 特別高級領導人 很多的親屬透過香港的錢 出了去 基於這種政治的角色 你們不刻意處理 美國政府都告香港某些銀行 協助洗黑錢 罰了很多億 但是香港那麼多年來 不見你告的 你是沒有這樣的人手去做 沒有這樣的專業水平去做 還是政策上你是刻意不做呢 局長 局長 其實議員這個問題有很多方面 首先在個人開不到戶口方面 不是個人 是機械 這個公司名義 全體名義 當然在這些情況之下 我們知道有些是 洗黑錢方面有很多要求 做一個盡職審查 而在一些叫做 譬如議員 或者譬如官員 我們叫做政治人物 我們開戶口 各個都有問題 即是有困難 幾年都開不到 不是有困難 幾年都開不到 局長 我想我們都不適宜 去評論 為何你開不到戶口 或其他人開不到戶口 因為大家都在銀行 做盡職審查 而在全世界上 在國際方面 對那個 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 那個開戶口 是有很多方面的要求 所以這個問題 直接不是香港問題 是很多地方的問題 關於另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 香港本身如何處理 我們那個洗黑錢方面 在一些違法情況之下 我們如何執行 我們的監管和 enforcement 我想說 香港我們是國際 那個 財務特別行動組織 所以我們有很高的要求 是要進行 但為何未告過呢 不是很見你告 我們做了很多 關於洗黑錢的一些個案 但為何未告過呢 美國都告過大銀行 罰錢 其實在香港有很多 洗黑錢的個案 已經是在法庭上 即是太厲害了 即是它能夠被你發眼 即是你怎樣去調查 你查不到它怎樣使 人家美國政府都告到大銀行 為何你香港 那麼多洗黑錢的行為 被執責洗黑錢的行為 你那麼多年來 即是你是事而不見 無法控制 我們在執法方面 是要重視 而是我們在國際方面的要求 來的 陳婉嫻 來